該備的備完以後就來做一些簡單小題目 來請問你碳棒電解硫酸酸酸 會怎樣?我講過了這裡 等一下會教的東西叫做銅棒電解硫酸酸酸 分清楚是碳棒電解還是銅棒電解 有備你就會了 請問可愛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 7-7 7-7 其他A 你選的是A喔?請坐下 你答案選A 這就是貝就沒事了 我告訴你貝嘛 正極產生養負極產生銅 貝完就OK了 然後那個硫酸酸酸 我們前面的圖示可以看得到 硫酸是帶負電會跑到正極 然後正極有氫離就等於產生酸 硫酸一樣 硫酸一樣 酸性會增加 所以呢 所以pH會降低酸性會增加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是A 那個是在正極 正極 硫酸是正極 OK 好來 只是你 請問你誰對 來先看一下 這裡並不是都是碳棒石墨 它的右邊是銅為電極 可是沒有關係 你馬上就會知道 你的負極不管是放碳棒還是放銅 答案是一樣的 因為金屬是施離子的 不是得電子的 對你講錯 金屬是施電子的 不是得電子的 所以在那邊不會發生 你這邊負極是要去得電子 所以那邊都不會有作用 都不會作用 所以反應都一樣 那你的這個石墨有氧氣 就知道它是哪一級嘛 所以它的直流電源 雖然沒有標正負 你看它有氧 就知道它哪一級對不對 另外一邊的其實 我要等一道理答案是負極 負極你放銅還是放碳 結果是一樣的 然後你就會知道了 所以沒有差別 那因子 所以這就等於是 等於是 等於是 碳範圍電極電解 劉山童一樣 OK 停車 展節問 帥哥男嗎 帥哥男嗎 有帥哥男嗎 五 但是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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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你相信這些人嗎 相信喔 好 好 來 假是有泡泡的 所以假是正極 正極會碳放電解流酸酮 正極產生氧 有泡泡 所以假是接正極 那個是負極 然後呢 就 我跟講過了 你的負極放銅跟放碳其實是一樣的 這就等於是 碳泡電解流酸酮 所以呢 它有氫離子生成 所以PH是會降低 酸性會增加 所以C是錯的 然後 顏色會變淺 因為銅離子會長出來變成銅 所以主理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 B是對的 乙是負極有銅生成 所以答案選B 就是 練習十四 就是練習十三十四 把我們該記的記好就可以了 接下來第十五題 柳梁小題 這題跟剛才一樣 一個是碳泡 一個是銅辨 那銅辨直接 它用銘三的負 我講過了 負是放頭還是放碳 沒有任何差別 所以就當作它是碳泡電解流酸酮 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請問你 顏色怎麼變 這前面要你背的事情 碳泡電解流酸酮 顏色如何變 我們找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 大美女叫做 B B號 你跟上 B 請坐 答案選B 那這是你前面要你背的事情嘛 因為我們的碳泡電解流酸酮 腹肌會生銅 銅磷子變成銅 銅磷子會減少 所以顏色會變淺 銅磷子藍色的 所以答案就是B 好 第二小題 請問你那個正極有個咚咚生神 什麼咚咚啊 你是背就會了嗎 碳泡電解流酸酮 正極生什麼玩樂 可愛大帥哥 來大帥哥 來大帥哥 三三到啦 三三 你真的三三 三三 三三 蛤 陽正極會產生羊 請坐下 我們正極會產生羊 不是想要你背的事情嘛 電解流酸酮 正極產生羊 負極產生酮 所以答案就是養O2 就是很簡單的第15題 你就知道了 把那個整理 要你背的事情 把它背好就 OK了 好 該背的 就是要背 沒問題 好 最後小題也一樣 背 但是他 但是他寫要要的是全反應 他這樣寫 表示他是 要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我說那個 比較重要 會出現很多遍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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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極半反應 蛤 請背 我們要找 大美女嗎 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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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 快點啦答案啦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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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把我要你背的背才是對的嘛 正一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負極產生銅 銅銀子變成銅 所以西洛正 嘉義不稱成 CU 就這樣 還是那句話 把我要你背的事情 就給我背好 就OK了 沒有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確定沒有 OK